前进于林国小举办工作帮带领小学生 穿着传统服饰手绘斗笠认识越南文化 电商平台第二届东南亚新二代奖学金 共有30位学生获奖 这些小学生们他们对越南的文化 是非常的有好奇心还有友善的态度 那让我们会觉得说 透过教育是可以让小朋友 可以有更多元的包容力 学生们历经四个月分组讨论 提出社会共好时间计划 来自中正大学的尤家硕 发挥心理学专长 规划亲子职业发展体验课程 可以在过程中提升他们的新住民的身份认同 可以探索以自己兴趣为目标的导向 然后来去提升他们的职业规划 自己的话把这笔奖金 投入在我的专业课程的进修 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师 我们是2022年开办新二代奖学金计划 我们将持续支持台湾新二代人才发展 第三届奖与下个月开放升级 除了奖学金 电商平台也供营队和赔力课程 提供跨域学习机会 希望为台湾未来人才注入心血 接轨国际 VBS新闻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